欢迎来到老司机探案 在很久很久以前 传说曾经被射杀的九个太阳中 有一个掉到了海里 被龙女救了 然后两人慢慢相爱 并生下了一个儿子 西 此事意外被龙王知道 于是龙女赶紧偷偷把西送走了 就这样西无依无靠地漂泊在水中 心中的怨气也越来越大 直到他来到一个村庄 看到幸福的人们他更加生气 所以一到天黑 他就去破坏村庄 祸害他觉得幸福的人 人们招架不住四处逃窜 天天祈求上天的帮助 天天无奈之下 便派了年这个小神仙下凡帮助 据说年刀枪不入 十分凶害 人们都十分放心 三神这一天 老司机村民拿着他自制的豹竹走在路上 突然他看见年和西正在打架 两个兽看见他的豹竹都显得很害怕 紫色的兽边打边说道 西把我打伤成这样 我要坚持不住了 快趁机抱他 另一只金色地说 不要听他的 他才是西 我是年 老司机村民看着自己仅有的一个豹竹 看再看了看浑身伤口的紫兽 和有着很多血迹的金兽 便把豹竹扔向了一边 然后跟着年高高兴兴地回到村庄 过除夕 老司机村民是如何判断的呢 你能从中找出线索吗 请思考片刻 五秒钟后揭晓答案 因为年刀枪不入 所以有着伤口的紫兽就是西 金色的就是年了 老司机森探也在这里 为你们送上新年的第一声祝福 愿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快乐开怀 吉祥如愿 小美即将举行集体婚礼了 但是她与新郎一点感情都没有 你知道下面结婚的几对新人里 SHS小美吗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吧 正确答案将在下期公布 记得点击一下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上期答案 右边是偷尸体内脏的 注意看胸牌 它并不是停尸间工作人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前撒 请不吝点赞 订阅前撒